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为了宣传妈祖精神 天后宫积极行销 设计logo 并开发一系列产品 这些充满创意的产品 深受年轻族群的欢迎 常常供不应求 宗教、信用、文化 在传承方面是非常的重要 天后宫为了让年轻人 能喜欢上妈祖这样的一个信仰 因此我们入港天后宫 设计了一系列的 Q版妈祖周边商品 希望能让年轻人能喜欢 接触 并且请来了知名音乐人 罗大友老师 制作了入港妈祖专辑 希望能让年轻人喜欢 接触 并且了解妈祖信仰 大家说入港 入港妈祖是很重要 台湾是 台湾是 妈祖最重要的一个证明 大家对 被妈祖这样的一个 像一个信仰 在台湾的那种起源 对那后来影响 也可能非常具重 所以 大家是共相甚至 原来我们接到讯息是说 他们希望帮天后宫 做一个主题曲 那如果当然一个主题曲 它会有一点 它很狭隘 或者是很单一 就觉得会不丰富 所以后来我们开会的结果 就是我跟大友的经纪人都觉得 这个案子如果把它变成一件 类似像CD的专辑的时候 不一定要特别大 一般CD可能九首十首 我们如果可以弄五六首左右的时候 它可能比较可以表现 比较丰富的一种 多元化的一种风貌这样子 不能不能是轻的 它应该在大家手里 应该是 就是有些是 就是宗教的歌曲 它是可以口传 可以朗诵 可以唱 那有个像路凡小时这样的 这种当初摇滚音乐的歌曲是可以 在二十五年以后 大家知道 从摇滚音乐的歌 变成一个交上去 那有一些新鲜的歌 有一些甚至像短进那种 Rap的形态音乐 可以把历史跟现代的东西 整个整个那种 纠结在一起 呈现就是在二零年 二十一世纪的那种 个妈祖 它给人家的感觉是什么样 所以它应该有多重新链音乐 放在里面 才真的能够呈现 整个时代 它才有意义 至于Rap的部分 当初是 乔治影剑 大戚跟我们认识 在影剑大戚之前 其实我很早之前 我就听过大戚的Rap 那我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 在华人那么多人 做那个Rap的那个曲子当中 我认为 大戚做的Rap 是最有深度的 其实一开始 要写这首歌的时候 我是 因为我也不是陆港人 然后我对天后宫 也没什么 概念的印象 所以就想说 那我要自己去感受一下 然后去的时候 其实我不只去天后宫 我也去陆港整个 整个乡镇 然后在那边走走光光 然后回来的时候 我就开始提笔写这首歌 到最后我发现 有时候 那个词 那个应该不是我会用的台语 然后我觉得 好像是冥冥之中 好像是 像是 妈 妈 这首歌 就觉得还蛮对味的 那这种词句 尽量像我平时 下来出来 这种词句 我感觉 满 满屌的啦 他没有别人说 我吓一跳 哇 这个词怎么跟上次 完全不一样 而且正合我们的意思 那他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那这两个东西放在一个专辑里面 加上原来比较传统的 宗教的一些音乐 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呈现了很多种 各种不同的风貌出现 我非常喜欢 入港的马祖庙 你看那种 你马祖庙的神像的脸 都已经熏到了 经过善然气 那天都已经熏到 经过睡 熏陶下 都已经熏过这种 味道啦 这种颜色 都已经 都已经经过历史 沉积这样去雕刻出来 新的福像出来 假如是音乐不能呈现这种 新的一种 一种福像 一种熏的这种意境的话 那就 有愧于这种 大家这种信仰 本身这种 在台湾岛上的一种 一种信仰的 另一种明星的这种价值 所以 有一种 呈现一种 不同的形态的表达 然后使 一些 大家聆听过以后 沉淀下一个心情 在一个新的世纪里面 有不同的一种表达的方式 它是重要的 那些东西不论 不论 你自己的瞬间 发生的时间 这就是 我当心的台湾 大